最早是什么 三个月 这个密度非常低 看不到的 这是个炎症性的 这个大的这个 对 就是右上肺 右上肺 那是个炎性的 以前的感染 什么好的留下来的 就是 右边 对 你继续观察吧 考虑良性的可能性大 左侧的考虑 也是良性的 或者是真身 不典型真身 不典型真身 对 也是良性的 所以不要担心 这个都是好的 那问你 我是现在这样 左侧那个两个 和上次检测 检查它两个位置 咋还不一样 那就不是同一个 就不是同一个 对呀 那个已经消了 还在这 看到吗 原来左侧上有 对对对 就这个 他这次没给你 他没给你写 他写的是多发 这原来就一样的 他只是没给你 一个一个的写 这是你上一页那个 那上一页那个 那个现在还在 还在 然后这是你下一个那个 那现在我已经有两个 的意思就是 原来就有 只是没有给你写 原来就有 只是以前的报告没报 他每次都不一定的 所以不要担心 那就是说原来也有两个 他没报 应该是这样的 有上科医生 他每次报 都不一样的 他也是很主观的 一个东西 就不用担心 他定期观察就可以了 你不用那么焦虑 阿姨 不是什么大 那个也没长 没长 看了 我这里给你看着了 没变化 然后下面这个 也没事 看到吗 这个就是原来 这是去年12月份 这个就在这 没什么变化 继续定期观察 半年复查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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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不用不开药 我现在有啥感觉 不用开药 我要是累了的时候 或者晚上睡觉完 我嗓子会有痰 或者有感觉上来痴的感觉 你就是呼吸到不好 多锻炼身体 感情 还有点疼 你到了这个年龄 就是到处不舒服了 没事 也不用紧张